本欄目由虫草清肺胶囊赞助播出 本欄目由虫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心电话 68615868 本欄目由虫我们的力量 她是阳光帅气的婚庆主持 我也希望能够像五二哥和小燕子那样 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她是酷感十足的助唱歌手 男嘉宾精心安排的见面会露出破绽 好痒 不行了 不行了 你是谁啊 不知道是那个方小师呢 我看我们男嘉宾的面目表现 已经开始争议了 感谢你今天的后代 应该的应该的 双方聊天气氛融向 可为何男嘉宾对女嘉宾却是这样的感觉 确实是把我给吓到了 女嘉宾的贴心举动会扭转男嘉宾对自己的印象 我觉得你的手好软哦 浪漫的情歌合唱会迎来圆满的结局们 白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白人游戏我们等你 安心扣争取我还不忘记 大家好 这里是白人游戏 我是乡亲特派员冰田 首先要感谢虫草清费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冬天可气转秀闷 用虫草清费胶囊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北贝的一个温泉酒店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我以为我们到的算很早的了 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比我们更早 那就是男嘉宾 他居然多天晚上就已经到达这个地方 他究竟来这么早干嘛呢 他有哪些安排呢 我很好奇 想必大家和我一样 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 今天的男嘉宾对于这次相亲十分看重 昨天就早早地来到了酒店住下 大家是否很好奇 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爱笑 幽默 由于跳萌萌的雪拉锐 爱旅游 爱运动 同样的还有一幅迷人的嗓音 再者 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雨昂 浪漫礼月 为爱绽放 慢慢人害当中 坚定的是幸福 停留住的是脚步 本期交友男嘉宾 雨昂 24岁 身高1米72 职业 婚礼主持收入1万以上未婚 作为一名婚礼主持人 我见证了每一个男生和女生的爱情故事 从他们相识相知相爱 到走进婚礼殿堂的那一刻 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是非常的自豪的 同样的我也对我的婚礼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是美好的 也是热烈的 我希望现场的所有观众们 都看过我们的环珠格格 我也希望能够像吴阿哥和小燕子那样 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虽然见证过无数美好的爱情的开花结果 但是男嘉宾却没能和自己心爱的女孩走到最后 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这段爱情故事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四年 在我的记忆当中 每天早上看到我的电话一响 其实并不是闹钟 而是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另一个人打了那个电话 他问你早上过得怎么样 昨晚上做了什么梦 不仅如此 当你到了公司上班的时候 还会有视频聊天 各种各样的问候 我真的内心非常的崩溃 因为我希望的生活是彼此能够有彼此的空间 能够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但是他却没有给我这样的生活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从小炒变成了大炒 从大炒变成了大闹 甚至后来我们慢慢地就这样淡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分开了 走出上一段爱恨交织的感情之后 男嘉宾现在想寻找怎样的另一半呢 希望我的另一半的年龄 大概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吧 她呢是一个比较独立 有着自己的思想的一个女孩 她的性格呢是一个特别豪放的那种 就是爽朗 然后私底下我们就像哥们一样 该喝酒就喝酒 该划拳就划拳 然后谈恋爱的时候 就像一个小鸟一人一样 有着恋爱的感觉 特样的也希望她能够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也不需要太连着我 当然她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她的生活当中 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遇到她 好 我们先去找一下我们的男嘉宾 哎呀 都不知道她有没有起床呢 我看一下 哇 八八八八 大家看一下啊 这么好的数字 难道是总统套房吗 很期待啊 那我来敲一下门 哈喽 你好 男嘉宾 男嘉宾 我们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 请请 好 哇 好大呀 多少钱啊 一个晚上 这边的话反正 总的价格还是要比一般的酒店 还是要贵一点的 那男嘉宾好舍得 就昨天晚上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间 是的 男嘉宾为什么昨天晚上就跑到这来了 因为我是觉得能够到这边来提前 一天晚上过来的话 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 然后可以带女嘉宾去一起走一走的一些 好吃的 好玩的 然后一起能够互动的地方 所以说就提前一天晚上过来了 哎呦 我们男嘉宾真的是太贴心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男嘉宾应该是个很讲究的人 我看你的那个头发啊 都是根根分明 然后包括是不是还换了点眉毛的 对 希望能够给女嘉宾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看来我们这位男师 不仅仅在生活上很追求品位 而且自己的打扮的话 也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人 那你是不是对女嘉宾的要求也非常高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是觉得 两个人能够有缘分的话 有演员的话 即使不管是他做什么样的职业 我也不在乎 就是说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养他 哇 你可以养他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听到这句话 就感觉哇 怦然心动吧 还有霸道总裁的感觉 我们的女嘉宾呢 其实也快到了啊 你看你是在上面等他 还是说我们去大厅等他 为了表示男人的身世 我跟你一起去迎接他吧 嗯 好 那你看你需要换一下鞋吗 好的 我去换一下鞋 是不是 好好 哎 马上都要见到女嘉宾了 你期不期待啊 其实挺期待的 因为说实话 从昨天有一系列的准备之后 其实蛮希望能和女嘉宾 有一个不一样的系列 嗯 那你有什么准备吗 今天 等会儿你把女嘉宾 带到那个坐SPA的地方来 坐SPA的地方来 然后我给他准备了一个 非常大的惊喜 天哪 第一次见面 居然要去坐SPA的地方 这个尺度会不会太大了一点了 哦 主持人你想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主要是想到女嘉宾 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能够希望在这个地方 给他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印象 同样的也给他的身心和他的心灵 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放松 那先这样子我先卖一个关子 我先去准备一下 好的 那你就去准备一下吧 然后我就去接女嘉宾 好的 好 一会儿见 那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儿 等我们的女嘉宾 看到女嘉宾估计也快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样子在这里 我来 让我看你 谢谢 这个 也不太来 起来 多事 好 谢谢 我 目光所持也是你 本期交友演嘉宾 李俊佳 22岁 身高1米64 职业酒吧助唱歌手 收入5000以上 未婚 我现在的职业 跟我的喜好也很相关 就是在一个酒吧 当助唱歌手 然后收入不是特别稳定 然后我的兴趣爱好 可能跟一般的女生不太一样 我就喜欢那种比较刺激一点的 比如拳击啊 还有就是排球啊之类的 比较酷一点的运动 因为我平时很喜欢听歌 然后也喜欢唱歌 特别喜欢听那种林雅 许葳啊 李宗盛 朴树之类的 他们的那种歌曲 然后就比较沧桑 所以我感觉自己身体里 住了一个四几岁的 那种很沧桑的那种男人 我的性格呢 是一个比较豪爽的人 不拘小结 然后比较大大咧咧的 很喜欢交朋友 平时打扮呢 比较那个偏酷一点 喜欢舒适简单的 让我穿裙子那些的话 我可能就是接受不了 我是一个不太会撒娇的人 可以说从小到大 就二十几年来 从来没有跟家人或者朋友 或者是前男友撒过娇 卖过萌 他们在他们眼中 我都是一个汉子的形象 女汉子 如此有个性的女嘉宾 会对另一半有着怎样 特别的要求呢 年龄方面呢 希望对方是一个 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之间吧 然后性格也不要那么沉闷 然后可以幽默一点 风趣一点 然后可以逗我开心 希望对方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 然后有责任心 月收入在一万左右 在重庆有一套房 一辆车 就最基本的 我希望对方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人 有一定的耐心 然后不会斤斤计较 能够给彼此更多的空间 建立足够的信任 哈喽 妹妹你好 哇 我觉得你的打扮好帅气 好酷哦 感觉就是酷酷的 帅帅的 我觉得很少有女孩子 能够走出你这样的风格出来 平时生活中就是这样的穿着吗 对 我喜欢这种风格 你开始是坐车过来的 花了多少久时间啊 你今天有点堵车 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久 还是要怪我们的男嘉宾 把地点选得那么远 不知道他究竟要卖什么关子 你有没有点期待 没有看到男嘉宾呢 因为男嘉宾他有一些准备 然后让我单独来接你 那我还挺想看一下的 有点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安排 是不是 好 那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好吗 好 走吧 这个是做SPA的地方 男嘉宾要求在这个地方 来和你见面 我觉得一进来啊 都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 我不知道女嘉宾平时做SPA吗 嗯 比较喜欢汉蒸 哦 比较喜欢汉蒸 那我现在好像也没有看见 我们的男嘉宾在哪里 你好 你好 今天不是凡人游行女嘉宾吗 对 对 哦 我们最近那个网络的网络 我放点房间已经为你准备好 今天我走 谢谢 哇 现在就已经准备好房间了 但是男嘉宾没有出现 哦 这里边好漂亮啊 感觉 哇 好古香古色的感觉 那我们女嘉宾啊 就是那么热的天 然后跑过来 估计现在也挺热挺累的 是不是看到这张床 就特别想躺下去 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坐过 因为我怕羊 有点怕羊 然后就有一点怕怕的 有点紧张 嗯 没有关系的 其实既来之则安之嘛 今天都来到这个地方了 我觉得哈 说不定我们男嘉宾 后面还有更大的机器 在等着你们 嗯 要不要先去换个衣服 来享受一下 嗯 好啊 嗯 好 妹妹 你多多好 嗯 还可以 你把头埋一下先吧 要舒服一点点 嗯 好 一来到被被男嘉宾都不 先帮我安排了吗 然后我觉得 还是比较利 we irsy 应该会照顾的 各方面都安排很走道 然后我也比较满调 你休息啊 我请你倒闭吸 Op 很好 谢谢 谢谢 我感觉到我的手法 和专业技师的手法 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点痛 挺轻一点 没再轻一点 我感觉送了好喝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不行 我怕痒 可是有点 天啊 好痒 好痒 不是 不是 你是谁啊 刚才那个放钥匙呢 她出去了 那你 你猜一下 你不会是男嘉宾吧 Bingo 打对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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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又好 很高兴认识你 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女嘉宾的 就是她的整个的机敏性 特别的强 就是我按了几下 她就感觉到了 就察觉到了 所以说 可能也是我自己隐藏的 不是特别好 一开始按摩的时候 然后突然都变肿了 然后感觉也不是很专业的 这个手法 因为很痒 然后就有点刺激 一转过身 就发现是一个男生 而且还挺帅的 然后就有点瞎倒了 整个人就是男嘉宾 对于今天的那个 感觉还可以吗 挺好的 挺好的是吧 你高兴就好 哎呀 那我现在发现两位 还焦含生欢 不愧是主持人啊 口才了得搭上也很厉害 现在的话 李嘉宾估计有点渴了吧 要不要赶紧把你的水 钻过来 好嘞 哇 来喝一下 这是我为你精心调制的 是啊 真好可可 这是你做的水啊 是的 什么水 这是养颜的 哇 见面的时候就感觉很周到了 估计应该很加分 好不好喝 嗯 好喝 好好去多喝两口吧 其实呢我们男嘉宾啊 对这次相亲非常的重视 他昨天晚上就已经 住到这个酒店了 然后包括开始他安排的 这一个环节啊 就是你们的见面环节 也是非常用心的 还是自己来给你按摩了一下 这个手法嘛 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夜男性 夜男性 好 中国有句国话呢叫做 《拉尔不往飞里眼》 那你有没有想到 怎么来回报一下我们的男嘉宾呢 呃 呃 要不 我也帮你按一下 哦不用了不用不用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应该了应该了应该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起 起上 看 我觉得好像有好戏看了 哈哈 真的不用了 真的很不用了 好 刚刚女嘉宾就是 说按摩就按摩 我是觉得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就是 我是特别喜欢的 好想的 哎呀怎么样啊男嘉宾 我是觉得女生这个力量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是的 那个重一点啊女嘉宾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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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我们男嘉宾的面部表现 已经开始争鸣了耶 我们女嘉宾现在是要手下留情吗 还是继续安 第一次就是 应该涌泉相报 所以 我就 客气了 啊 她开始是第一次的 现在就是涌泉相报的 力度 十倍不滑 我可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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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 应该的 女嘉宾呢 她整个的手法以及力气也是特别的大 然后呢 是因为我刚刚把女嘉宾给弄疼了 是在趁机报复我嘛 男嘉宾也比较跳脾 然后她先帮我按嘛 然后 我就后面脾回去了一下 就感觉比较肿 我也是跟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希望她不会接眼 我真的很痛啊 我看你表情 我发现就是女孩子有这么大的力道 应该比较少吧 对 我就感觉是女汉子 是吧 那万一以后你要是不听话 可能有各种招数等着你的 我觉得是36G走为上策是吧 听话你就是要跑了 你还一见面 你是真心的吗 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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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精心准备的见面环节 让现场气氛十分轻松 也拉近了两个年轻人的距离 那在接下来的了解中 两人会把如此和谐的氛围延续下去吧 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一个脱单的好消息啊 我们凡人有喜呢自改版以来啊 就受到了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好评 我们的收视率呢也是一路的飙升 并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增加节目播出量的要求 我们的节目呢是从5月1号开始啊 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9点播出 那也欢迎大家来收看哦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播到我们的栏目 热心电话68615868 赶紧报名吧 首先要感谢虫草清费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气 转凶们 用虫草清费胶囊 你平时力气比较大吗 我是比较懂女汉子性的 女汉子 你喜欢吃哪里 喜欢 喜欢吃哪里 有喝啤啤啤酒啊 我才拉条 你会花钱吗 会 会啊 哎来我们试一下嘛 你应该喜欢 乱皮菜 乱皮菜 有点菜 有点菜 来呀 你就说完花子吧 四不二四 都可以 来吧 我们就死一下吧 好 试一下啊 来 十五二十十 三句两句吧 好的 十五二十没有 十五二十二十 十五二十十 十五二十十十五 你平时活龄朋友 哪个初期次活龄所要画全哈 嗯 还好 还好啊 那你平时都喜欢干嘛呀 除了吃火锅之外啊 我喜欢吃 帕萨娜 剪森娜 搭台球啊 那些 然后平时还 又一上很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啊 嗯 拳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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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黑的 好黑的 我们嘉宾说他自己也在练拳击 我就觉得练拳击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是有一个 get不到我点的地方 然后如果说以后不小心突然吵架了 我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突然来跳狗 不是 你是不是喜欢狗嘛 我喜欢大型 喜欢大型的啊 对 我给你说个很有趣的事情嘛 我们不突然来个学了这个 要和狗狗 要和狗狗 我要在 因为每一会儿呢 他早上他来个五点多钟的时候呢 对啊 到我床边来和我起床了 都要带他出去耍了 然后完了之后 我一般不带他的话 他都要喊狗狗的 他喊狗狗 他喊狗狗 真的喊狗狗 真的喊狗狗的 真的喊狗狗的 你是在 欺负我智商 不在闲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学了也 我不晓得了不了解学了最好 他的智商还高 他比一般你狗的智商要高很多 我想像他那个教练的 你可以 学我一下吗 我给你抹饭 我还没吃床 够啊 够啊 够啊够啊够啊 好 够啊 很优秀 很优秀 我觉得我只有眼睛为四 我才相信 有机会我把我们摇耳戴着 给你去刷牙 男嘉宾心歌也比较开朗 然后比较健碳 然后也很幽默风趣 然后就让感觉 就人试了很久那种 没得到那种剧烈感 就感觉很亲切 你不是喜欢养大兴犬的吗 你喜欢养啥子 类型的大兴犬呢 我比较喜欢 比较像金帽啊 拉布拉多那些 但是 但是我最想的是 拥有一条脏袄 在我死也有成的时候 以后要养一条脏袄 这一点确实是 把我给吓到了 觉得如果是养脏袄的话 会不会都是 我以后赶紧拿个屋 其实主要看就是 我如果一个人的话 我当然有脏袄在 别人都不敢随便进来 然后可以包袱自己 但是如果不是一个 两个人的话都不需要他 对 如果有男朋友的话 都可以不要他 就会放弃这个 我是觉得我和女嘉宾 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的性格也是特别的豪迈 然后就像我和我兄弟 在吃火锅喝酒 滑全的那种状态 我是觉得特别好的 两人的聊天 进行得十分愉快 双方也是互相欣赏 那女嘉宾会是男嘉宾心目中 那个独立不黏人的女孩们 你超过几个男朋友 没超过五个 没超过五个啊 对 但是最多最深刻的只有一个 一个啊 你可不可以说我一下他 嗯 你想听哪方面的 你觉得你跟他为了 只要分手啊 可能因为性格不好吧 性格不好 我睡哪种 一开始都是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都比较主动 然后而且都是也比较热情那种 但是在确定 都往往都确定关系之后 都变亲密了之后 然后都反而都没在之前 能够热烈了 但是我感情 就是我心没有变 就是就比较 比较独立了吧 哦 这个彼此留一个空间 对对对 我正好喜欢那种 因为我的前任都是 他是24小时都要连到起我 我觉得太累了 然后完了之后 反正都是上门啊 也要打电话问你 然后懂不懂你啊 都相当于说 比较多是擦缸啊 然后要不然都是私心聊天啊 我都觉得很烦 其实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都没了啥子的 特别是酒楼啊 我都觉得 彼此也都会搞 搞得也很麻烦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管理工作啊 还有管理这个朋友圈子啊 然后我是觉得能够都是 一旦我们去了关系之后啊 我还是觉得能够 彼此留一个就是 稍微好好一点的空间 就是该刷刷 该一起刷的一起刷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该工作的工作 我觉得能够要好一点 那你接不接意 比如说我们上班都很忙啊 然后都比如说 几个星期才见一次面那种 我不接意啊 完全不接意啊 我只要能够知道 对方心里边有我就好了 对然后只要我们能够有时间 就一起出来一起看电影啊 吃饭啊都可以的 同样的我觉得女嘉宾 她就是不黏人 然后大大咧咧的性格 我是觉得特别的喜欢 同样的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我希望我以后的恋爱就是这样 彼此能够给彼此留一个空间 就在我们以为男嘉宾找到了心中的百分百女嘉宾的时候 男嘉宾却提出了一个自己的顾虑 我是觉得跟你在一起交谈来我觉得多好的 然后感觉你各方面性格啊也是多豪爽的 你是一直都能够豪爽吗 我性格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种大大烈烈烈烈的 对不去小姐那种 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出药 都是你那种很豪放 都是好美的性格之外 有没有那种很小聊一人 那种女人味的那种感觉的 基本上没得吧 我印象当中没得过 你以前说朋友的时候 跟你男朋友撒娇过没有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撒过娇 任何的包括男朋友 那如果是 都是遇到你一个生命当中 很爱的男人的怨命 为了他改变撒一会儿娇 感觉我如果杀气找来的话 可能个人都受不了 今天和女嘉宾所有的聊天 都是非常愉快的 但是唯一有一点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女嘉宾 稍微缺少了一点点女人味 所以说如果说谈恋爱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富有一点 就是小女人的那样的感觉 可能就更完美了 平时性格就是 比较不惧小姐的 然后也比较大胆的 然后我也希望男嘉宾 看到的是我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说我没得太多的 就是这些人嘛 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 喜欢真实的我 就没得必要去装作那种 就是很熟虑的样子 我看你开始和女嘉宾聊得挺好的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女嘉宾性格 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然后完了之后我跟他 其实我觉得 从交谈的上面来说 更折得像是兄弟 对就像那种哥们一样 就很聊得来 然后包括我们见花拳 就是各方面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挺相似的 那其实我也是很难见到 男女嘉宾一见面聊天 就开始花拳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出来的 那你是说感觉他有点像男孩子 就是没有那种 对女孩子能心动的感觉吗 其实我是觉得 女嘉宾这个豪迈的性格 我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他是一个豪放牌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也希望他能够 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 能够有一那种 小鸟一人的感觉 最好是能够对我一个人展现 我就更开心了 然后完了之后 私底下我们可以像兄弟一样 就是该划拳该划拳 然后该喝酒喝酒 然后就是生活当中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还是有一点那种 恋爱的就是小情侣的那样的感觉 我是觉得挺好的 那其实我是了解你的意思了 那你希望平时在玩的时候 大家都像朋友一样 也像一个知己一样嘛 可能在私下相处的时候 跟希望他能够有女人味一点 你现在是没有感受到 他的女人味对不对 对 因为他刚刚说 他是学拳击的 我就感觉有点害怕了 就感觉在我生命当中 出现了一个女汉子你知道吧 但是我是觉得 他这个性格我是特别喜欢的 那我知道有很多 就是我周围的朋友 也有学拳击的 他只是说这是一种运动而已 但他自己本身的话 并不是很慢的那一种 我觉得你是想了解我们女孩子 就是我们女嘉宾 很女人味的一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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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女人味的那一面 那你是想让他给你展现一下吗 毕竟你们现在接触的时间那么短 我是觉得可以的 看女嘉宾愿不愿意 那你是想从哪些方面来体现出 我们女嘉宾的女人味的一面呢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呀 包括就是为人处事接待的这一块 能够看到他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改变 比如说温身细语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包括平时的那种 就是对男朋友撒娇的那样的感觉 能够看到这样的方面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我看你们开始好像也是在提到 撒娇这个问题了 对 对 对 他是不愿意对你撒娇吗 因为他是说他二十几年 从来都没有撒过娇 也包括对他前男友也没有撒过娇 所以说我就希望能够看到 女嘉宾有那种撒娇的那样的感觉 尽管男嘉宾比较欣赏女嘉宾 豪爽独立的一面 可他也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 富有女人味的一面 那女嘉宾会为他展现出来吗 我们女孩子开始和男嘉宾 交流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聊天的时候还是挺自在的 然后感觉也挺聊得来的 那看来对我们的男嘉宾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那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男嘉宾 对你的印象也觉得挺好的 然后就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能不能够撒个娇啊 女嘉宾 天哪 我从来没撒过娇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开始听你们的聊天 我们女嘉宾以前遇到心仪的男孩子 其实也是主动的追求过人家的 那今天的男嘉宾 其实你感觉也还不错啊 那要不然你也为他稍稍改变一下 都说撒娇女人最好命 要不要试一段那个什么 吃兔兔的那个桥段 你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怎么可以吃兔兔 谢谢我养兔兔 我也是肚子 我也是肚子 我真的不会给你 要不我跟你学一下 我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女人 主持人你给我示范一遍嘛 我感觉你声音挺好听的 感情很温柔 但是我也不太会撒娇啊 这样我豁出去了啊 为了你们俩的感情 什么 我想想不要吐 兔兔这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呢 啊啊啊啊 兔兔啊 考念 还可以哦 人家吃鸡蛋 考念 还可以哦 该你了啊妹妹 关于撒娇那个环境 然后整理是有一点尖尬 因为肯定是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撒过脚 但是我还是愿意学一下 就是尝试一下 兔兔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 你这么笑不了 怎么了 怎么样 受责了吗 没有 这个有一点内伤了 有点内伤 是吗 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够女人 要不你来个女人给大家 其实我是觉得 刚刚我们女嘉宾的动作 还没有做到位 要不要我再跟女嘉宾示范一次 好呀 兔兔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呢 听完我觉得已经 扣打几句了 跟男嘉宾比起来 还稍微差了一点 他真的是太优秀了 就是撒娇的功力 然后我就在这里 可以向他多请教一下 兔兔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 天哪 我觉得 女嘉宾也太远 男嘉宾就快被你摇倒了 谢谢 这种撒娇真的是 我觉得男嘉宾的手会骨折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女嘉宾 也太不容易了 能够从从来不撒娇 就这样摇晃着男嘉宾 撒了一个小娇 我觉得以后的话 我们的男嘉宾再多加熏陶 相信我们的女嘉宾表现会更好 每一个人还是有想要哪种 就是比较可爱的那一面 然后我也想努力一起改变 改变一下自己 然后就没想到后面 反正就感觉还不错 就还可以 同样的 我觉得女嘉宾 就是撒娇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待遇提升的 所以说 但是呢 她既然能够进她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做出自己的改变 我是觉得非常的欣慰的 也是大大的为她 表一个赞 为了男嘉宾女嘉宾 尽力展示着自己 撒娇可爱的一面 不过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为了缓解刚才的尴尬 她也提出到外面走走 转移注意力 感觉在里面坐太久了 有点闷 然后出来走一下 好呀 但是外面碳有点大 我觉得还好 你要不要擦防晒霜啊 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了 其实都没有擦了些 现在五点过了 我觉得也还好 也不是很大太阳 没必要擦的 我觉得 这种性格都好 至少跟其他女儿那种性格 都是很矫情 很作罪 我觉得很方便 我求是没想到 既然能够热给天气 要是不是能够热的话 我早就带她到外面来转来了 然后完了之后 你确定你不擦防晒霜吗 没事 不用 因为我是皮肤有点过敏 所以说我必须要擦防晒霜 要不要带卖去 我当时卖去 卖去不用了 你不用卖 那我带了 那你带 因为我平时 我出门来都要擦防晒霜 我带抹去 因为我皮肤有点过敏 你不得觉得 我还交情那都是 你不得介绍 没有啊 我人家各种皮肤问题嘛 会因为我皮肤比较操 平时都没注意一些 哦 那要得吗 我们到那边去转一会儿嘛 嗯 我们到那边去坐一会儿嘛 初四天去点这个 对啊 你帮我看一会儿 我这个脖子是不是有点过敏啊 然后有几个红的杆子 我晒了太阳的皮肤有点过敏 那你养不养啊 一养 都想扣啊 要不我们还是进去嘛 没啥子的 我觉得你多喜欢在外面走 要不我陪你再到外面去 再走一会儿嘛 但是我感觉你 都是好像不太那个 不太喜欢太阳 我等会儿来个 来个国民 我来个我陪点水都可以了 没啥子的 要不我们再到那边去转一会儿嘛 嗯 啊 走嘛 慢点 我们到那边去转一会儿 我来个你稍微等我一下 可以吗 我会吃辣的东西 哎呀 我在这里等你嘛 我就是感到非常惊讶的一面 这是我刚刚在地上捡到的一朵花 我给你带去吧 我给你带去吗 你死一下嘛 我喜欢 哈哈哈 我觉得多好看这个 对的 对的 运营马上就增加了80% 你死过说的哈 你唱过肯定要听啥 他们那边有KTV 等会儿我们到KTV去唱过嘛 嗯 好了 好了 会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嗯 开始男嘉宾是提出来 想听女嘉宾唱歌对不对 对 那现在就到了我们女嘉宾 大放光彩的时候了 那女嘉宾你自己觉得 你最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唱歌的时候吧 哇 所以我现在和男嘉宾 都非常期待你的歌声 那要不然我们先赶紧进去吧 我爱你我说冷风尘 哇 结果是好流眼泪 永远问我说是非 说是非 可是谁真的关心谁 若是你不安慰 你明白说吧无所谓 不必给我安慰 何必把我伤害 就让我曾经收起真情 谁也不给 我会是这样的风筝 从尘管的过去有对位 也认识得过去相信你 如何要来将来 把我伤害 都曾经的对位 主的工作本来就是 主唱的一块嘛 主演最好的也是唱歌 希望男嘉宾可以 欣赏到我里面的美丽 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喜欢 我听我唱歌 就是唱歌非常的动听 就在此时的那一刻 我真的有一丝 动心的感觉 哇 有人问我是非 说是非 哎呀 来吧 我是谁 是谁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唱得太好了 我觉得以后啊 相亲成功之后 你们可以去弄一个什么 歌唱组合呀之类的 我想来问一下啊 我们男嘉宾 听到我们女嘉宾唱歌以后 感觉怎么样 哦 首先我是觉得 发自内心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动人 也是能够特别展现出 他唱歌的那一面 就是女人的那一面 我觉得唱歌是最能够体现 女嘉宾特别那种温柔的那一面 通常我也看到了 Cindy就是灵异连附身了的 那种感觉 哦 听到好高的评价 灵异连附身 不过我觉得你们两个 开始在合唱的时候 真的是很有默契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 有没有默契 我觉得先问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吧 你觉得有默契 我觉得男嘉宾 唱歌也挺好听的 声音也很好听 然后可能唱到个名歌 可能会更好听 说是费玉清那种嘛 千里之外呀什么什么的 男嘉宾可以来一两句吗 桃花盛开的地方 或者千里之外 你嘉宾提了一下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是否还在 你是否还在 你给我觉得呀 这个现在就唱千里之外 你们等一下还要牵手成功呢 但是我非常期待 你们两位牵手成功啊 这个歌听起来 有点不太吉利 最好是把它永远地留在身边 是不是 那在十分钟之后呢 两位就要做出 最终的一个决定了 所以你们现在 给你们好好思考一下时间 看一下对方到底是不是 自己的灵魂伴侣呢 女嘉宾用自己的歌声 展现了自己最有魅力的一面 也深深地打动了男嘉宾 为了表示自己的爱意 男嘉宾也 告诉大家一个脱单的好消息 我们凡人有喜呢 自改版以来啊 就受到了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好评 我们的收视率呢 也是一路地飙升 并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增加节目 播出量的要求 我们的节目呢 是从5月1号开始啊 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 9点播出 那也欢迎大家来收看哦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播到 我们的栏目热心电话 68615868 赶紧报名吧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感谢重草清费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冬天可气喘凶闷 用重草清费胶囊 男嘉宾我和女嘉宾在这儿等了你很久 你干嘛去了呀 我去给女嘉宾准备了一支 就是唇膏 唇膏是你买的吗 没有手工制作的 刚刚做的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很好闻的 有点薄荷的清香的感觉 你刚刚自己去做的呀 对 男嘉宾为什么想到送这么一支唇膏呢 在今天下午就我们散步的时候太阳比较大 然后女嘉宾也不是特别注重她的那个防晒这一块 然后没有关系 我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我能够给她带来这一方面的一些细心的呵护 然后我看到女嘉宾她的嘴唇有一点发干 夏天要来了 然后我希望一支唇膏能够滋润我们女嘉宾她的那个嘴唇 能够给她带来不一样的甘甜 男嘉宾真的好兴兴啊 那女嘉宾听到她要送你唇膏啊 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 挺还挺暖心的 我是觉得今天和女嘉宾相处下来 我是觉得她大大烈烈的新狗是特别的喜欢的 然后我也希望女嘉宾不要刻意的去变成她那种就是 小鸟一人的那样的感觉 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她现在下午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挺好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让她和我一起携手走向今后的幸福生活 那要不然这样吧 你们也考虑了那么久 我们女嘉宾也等了那么久啊 那今天也是有了一天的接触 想必在对方心里面应该有了答案的 那如果我们的女嘉宾愿意和我们的男嘉宾亲属成功 那您就接过她的这一支唇膏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不用接 三 二 一 请选择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赶紧回家了 拜拜 她是一个注重精神交流的单亲爸爸 有时候来一点小浪妈妈 特别是开玩笑的时候要互相听得懂 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单亲妈妈 她们一见钟情 从外面上来看她的身材长相还是比较和颜远 提醒不胖不瘦的身高一些都还是在这种范围内 她又是问了什么敏感话题让她如此发展 只问这些问题我觉得她的重心 她是指账福那方面的东西 她的真情落泪又是所谓合适 她的默契想拿些了